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要來分享三國志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我們這部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新推出的活動 江東陸營祭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不得不說這次的福利是真的相當不錯 很吸引人去抽原本沒有打算要抽的SP孫徹 或者是前面的魂匠 因為孫徹陣裡這邊只要抽魂匠 就會送這次的活動道具黃金釣竿 那這個一把的售價是500幻星 接著我們可以來到好運錘釣這裡釣魚 那這些魚都擁有好運值 只要累積達標就可以兌換獎勵 前三格只要各100點 內容物都是SP孫徹碎片20個 而且釣到的魚還可以來這裡兌換獎勵 那稀有魚的部分以自己缺的遠征武將為優先 而普通魚的部分 水草最重要的就是降魂精華 換完之後才考慮陣法養成 至於海藻的話老去選擇龍魂石 而新手玩家則是覺醒石 然後魔力我是覺得新陳大於普通零食 那無課玩家們到底該不該花 換新買釣竿 這整個活動我們可以白嫖釣竿 不算孫色送禮只能拿到10隻 所以要達到300點基本上不太可能 雖然說買下去就可以達成 但這邊我建議你們 如果沒有考慮要玩火燒 而且換新又沒有很足夠的話 這一萬點就可以省起來 因為這裡面的獎勵 稀有魚的部分基本上都跟火燒有關 但大部分玩家們應該都換得差不多了 所以反而是普通魚這邊會比較吸引人 至於換新足夠的話 就看這些素材還缺不缺 因為這期的活動要搭配抽取魂獎 才能讓收益達到最大化 這部分微笑那邊有製作好的課金攻略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參考看看 至於每日任務就沒有什麼好說的 條件都很簡單 拿到探險馬車 可以來戶外探險 這邊基本上就是按探險你就好 因為路線是固定的 當走到桃妖之禍這裡時會進行刷分挑戰 那我自己目前的陣容搭配是畫面中這個樣子 神兵是使用按照順序釋放 最潛能的部分我會直接放在畫面中給各位參考 簡單來說就是全攻擊路線 因為戰魂我會全部都使用弱點突襲 然後加成方面我是點第一排的525 不過目前最高上限只有來到28.7萬 還是打不上去30萬 如果各位有更好的陣容搭配也歡迎分享 最後考魚訓練已經就是宴會的做菜遊戲而已 只要達到指定的分數即可 因為排名目前沒有提供獎勵 那活動的部分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是記得哥哥,我們下次見